围墙上鲜艳的彩色图画 描绘台湾特有保育类动物 以及基隆河中的鱼类生态 为原本灰黑色的水泥墙 增添不少可爱氛围 也为李明带来更明亮的街区风貌 感谢台电艳与敦青木林 而且还透过我们张艺严 在那边极力地争取 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发亮 变成台电一个亮点 也是我们安平一个亮点 台电抚远松山变电所 50多年来围墙总是维持着 灰黑色的水泥墙 不仅不美观 也容易因为灰暗 造成治安死教 因此安平里里长洪文满 从去年就开始争取美化 台电终于在今年 赤资一百多万打造完成 为世荣增添新意向 结合在地的里长议员 大家共同来做一些彩绘 然后放一些椅子 让民众会喜欢留在这边 做个休闲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结合生态 结合文史 结合整个历史的轨道 让大家知道 到基东和结湾起植之前 这里有多少深入群聚 不一定要到奥万大 在这里也可以欣赏到 非常结佳的风箱景象 透过彩绘墙面 露树造景和座椅设置 将便电锁换上新衣 透过图画呈现台湾本土物种 提升在地人文气息 并加装LED灯 让夜晚的街道不再黑压压一片 为黎明打造更舒适的休息景点 陈建卫是陈明廷 陈奕萱 台北采访报道